了解 我們的Codez 25個大盲拿到了一個Aces 選擇加速到13000 那我們Town 勢必要做一個抵抗了 K4銅色一手非常不錯的防守大盲的D牌 那當然我有看過有一些玩家的平衡範圍 他們有一些人會拿一個KX銅花 在一些短籌碼的時候大概20個大盲左右 會做那種3B的Buff 還是做了一個3B的Fluff 這回事又是裝到鋼板了 真的是裝到鋼板 實際就跳錯 排路不太好 那他們其實就是 他把他們的一些3B範圍混入了KX銅花 就是所有的 他並不會選所有的K 就譬如說我會選其中一個顏色的K 譬如說 譬如我春天 1到3月選個顏色 4到6月選個顏色 就幾個月幾個月我選一個不一樣的花色 假設譬如說 好假設黑桃紅星磚塊也沒花好了 那現在是5月 所以我們的 我的4、5、6月 我只要拿到 有紅星K的所有的一些組合 我的同花 我就會拿來做一個混合我的3B 偷擊的範圍 哇 天葫蘆 天頂葫蘆 太大了 太大了 大大不知道怎麼打 而且也是擊中了對手的跟注範圍 那麼我們的 德王現在心裡其實要 對對手的範圍產生一個警惕 不過其實他在這裡 這個後手馬量做一個3B Bluff 是有一點點接近套尺了 然後現在在89的底池裡面 選擇下注27000 那如果被跟他應該就知道自己是小了 被跟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 K4紅桃 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有遊戲了 就不要轉牌來一個紅星狗 紅星 Jack 紅星屎 他可能就硬著頭皮要傷了 沒有辦法 對如果真的給他的這個機會就是真的是要他的命 還好一張黑桃武 應該會做一個放棄 還剩下75000 75000 75000 也是有12個大盲左右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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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顯是蓋不掉的應該 對手 是明顯是蓋不掉的應該 是怎麼蓋 有一張A應該都是蓋不掉啊 對手 是怎麼蓋 打得深深套齒 還剩下43000 還剩下43000 但其實你要看到對手其實也沒有後手了 對手只有87000的後手 真的是撞到鋼板 對手 在聊天室就看到 觀眾寫說 毒王有毒啊 這把真的是把自己毒死 他可以繼續選擇跟住 那就沒辦法了 這個根本不可能再偷了 這個是 是擺明了 對手已經在埋伏了 對啊這個怎麼辦 那我們上通常只有一個K嗨 那有20萬的底持 後手剩下43000 7個大盲 只能過牌 只能過牌放棄 那Colters也覺得說 你到底在打什麼 A在我手上 你 他也不知道這時候在想 拿什麼東西跟他打 存空氣 從頭到尾也存空氣 那我們這邊Ton Duong 應該也只能蓋牌 剩下最後的7BB 不過 其實我們這邊看啦 我們這邊看起來 那是因為我們Colters 真的拿到一個頂範圍 其實我們的Ton Duong 也是試著嘗試 想要 偷下這個底持 這排前周圍的玩家 都沒有拿到任何的牌 我們Ton Duong 在專尾拿到了AX 拿一個A2 直接All-in了 他最後的4萬積分牌 我們大王位的波發 這裡也是只有1萬9千的幾分牌 那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的Nati是想要 想要去做一個波動了 因為這個底持賠率非常的好 對於他來說 可以有機會一舉收走兩個短碼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位玩家 到底是我們的Nati 收走兩位短碼 還是我們的短碼 會有一位 或者兩位 都留下來 如果這手牌 我們的波發贏得主持 而我們的Dwong 是贏得編持的話 那麼兩位打碼都可以繼續遊戲 一旦我們的Nati 或者我們的Dwong 贏下了底持 我們的波發就只能被淘汰了 目前來看 他的機會非常的小 好 被對手擊中了兩隊 那我們的Dwong 應該是能得到一個三倍多 接近三倍的一個增長 我們的破發是在這手牌被直接打出了局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手牌中我們的破發是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手牌中我們的破發是 我們Solida又來了 頂端範圍 看一看 他要如何利用這手寶貴的AA為他醉取更多的價值 依然是一個一萬三千的下注 Solida又在裝位選擇用80銅色來防守 大盲位70雜色 我們知道我們的沖通四右是一個比較緊的玩家 很難看到他會在比賽中有什麼出格的打法 他是我目前遇到的玩家裡面算是偏緊的標準的玩家 很少看到他犯一些激進的錯誤 我們大盲位選擇過牌 在一個K59雜花的面上 我們Solida一手對A 選擇慢打過牌 因為他也知道 這裡如果下注的話 非常難得到支付 而對手一旦有K 大部分時候是會選擇跳出來自己打 在一個三加底池做一個保護 第二次 遭遇到了過牌 我們上地視角可以看到 Solida在這裡任何的下注都不會得到支付 哦 天吶 我們的Eric Sedell聽到了一個後門買花 但由於在轉牌的空池 這手牌 我們的Solida是拿到了一個頂葫蘆 而我們的Eric Sedell是拿到了一個後門花 這手牌 這手牌 那毫無疑問 我們的Solida是要被Solida送上一個Double的位置 我們Solida現在在想怎麼去打Value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這麼強這麼隱蔽的後門花 居然是已經落後了 哇 這也太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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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太強了 那是我們的 軍通校 今天在健身房遇到他 我還特地問了一下他的名字怎麼唸 叫蕭俊棟 來自於我們馬來西亞的玩家 好我們這邊看到我們的哈森 這邊有一個Pocket Queens在COA 面對上面一個位置的玩家 Laptive的KJ 那這邊他後手大概是40多個大馬 這邊應該是一個很標準的在家住 那他加的並不是很大 那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後手籌碼並不是這麼的多 那再加上他也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他選擇了一個比較小的家住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Laptive這邊可能 有機會會做一個防守嗎 這邊勢必回去是不太現實啊 那Hijack加牌的範圍大概25%左右 然後這個Flop 雙方有得打 我們Huston有頂三條 可是我們Laptive這邊有一個雙頭順 還有一個後門花 一定會看到轉牌 只是看我們這邊 我們的Huston Huston這邊會怎麼打呢 那Huston這邊選擇打一個 比三分之一再少一點的一個 Size 那我們這邊Laptive這邊很有可能 也許會做一個Check Race 不排除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80圈 那對手是一個3B的玩家 他的範圍可能會有一些 A圈啊 AAKK AK還有一些JJ 那當然QQ是他的最頂端的範圍 那這邊選擇Check Call 當然是一個比較標準的打法 可是我覺得這邊做一個Check Race的話 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對手在 對於一個3B的玩家 他在這個結構上沒有這麼強大的牌 那QQ的確是最強的 可是 可是這邊 OK選擇All In 可是 我不覺得這個All In 我沒有覺得這個All In很不好 哇 好大喔 大概三四十個大忙 那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Check Call Cherries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打法 Revered Ace 我們的Hudson 在這邊出局了 這個 這把真的算是冤家牌 這個是 閃不太掉 在這個3B的底持 對手有一個這麼好的雙頭順 甚至還有後門畫一個機會 好我們這邊 彈宣 沒有牌可以玩 我們Debby Peters 有60多個大忙 選擇加住一個55 在UTG加1的位置 那我們的Fast這邊應該會是一個 抵抗 好那這一把牌 我們的Debby Peters 擊中了一個 第三條 好那這一把牌 我覺得這邊 Fast也是有可能會做一個 Check Race的一個動作 那後手總共大概剩30個大忙 那Debby Peters這邊應該會做一個 比較大的持續下注 我覺得可能會打到一半吧 可以打一個25000左右的Size 比我想像中 稍微再大一點 他打超過一半 打到32000 因為這個結構 Debby Peters中了第三條 在上面的兩張牌 他完全沒有擋到 其他的牌 所以他這邊選擇一個比較大的下注 這結構也比較潮濕 但是 那我們的Fast這邊雙頭順的一個機會 應該是不會直接蓋牌的 那我覺得 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打的稍微比較小 所以 Debby Peters 打的稍微比較大的話 如果他稍微打比較小的話 我們的Fast應該會 會做一個Check Race 那在這一把牌 看起來 絕對應該是會打完啦 因為畢竟 畢竟 這邊他輸的順子 是一個6-8-8-0 並不是一個 大部分的範圍 所以這邊大部分的範圍 Dale Peters還是領先對手太多了 那我相信 Dale Peters 持續做一個C被 然後 被Fast all-in的話 他也是應該馬上就會選擇跟注 那他家後手剩23萬 剛好是一個可以all-in的注馬 那 Debby Peters 在這邊有一個第三條 那 其實對手手上 還是會有很多的兩隊 他這個三條 絕大 被all-in的話 應該大致上還算是開心的 只是這把就算是一個 比較cooler的冤家牌 那Fast這邊想了很久 呃 是要選擇all-in還是選擇 繼續埋伏的跟注呢 200 200 Debby Peters 這邊 的Pocket 5 也就只能跟對手打完啦 像這種牌是完全 閃不掉的 我們看一下Rever 會不會有疊牌 讓Debby Peters把Fast清掉 還是Fast能在這一把牌 活下來 讓籌碼翻倍 GG 我們的Fast在這邊出局了 那在這一把cooler 在雙方都無法閃掉的一個 一個牌 好 我們就場上又掉了一名玩家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Eric Siddell 在槍口會蓋掉了他的石鉤 那麼這張籃桌是一個八人滿桌 所以在槍口會貿然的去 Catch 加注石鉤 雜塞 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的選擇 那我們的Siddell也是直接的蓋掉了 那麼我們在槍口加一的位置 我們的Evernro 是拿到了一對四進行一個加注 小盲位一手非常好的防守牌 他們的後手有效籌碼是三十四個盲柱 他選擇做一個擠壓 一個八萬五千的擠壓 那我們的Rolliger選擇了一個改牌 看不到他的底牌 那我們的Ivernro 這邊一個Pucky Fourth 有一個四十個大盲左右 他的位置比較稍微靠前 那可是他這加注的尺度有點大 大概就是我剛剛跟觀眾提了大概五分之一左右 在有位置的情況下 他用一對口袋四來跟注了 在小盲位的再加注 一個比較乾燥的底尺 乾燥的面 那我覺得這邊Court勢必一定要選擇下注 因為他這邊 畢竟他是Q High 沒有什麼太多的攤牌價值 那我覺得他可以下一個很小很小的 可能是一個四萬 五分之一到 嗯 四分之一左右 三萬五也可以 因為這結構真的太乾了 好像打蠻大的 下注了一個六萬 他的後手還剩下二十萬 下注了一個六萬的 的助額 那麼Ivernro在這裡 既然選擇跟注 看到小小的面 那應該至少會跟注一條街 做了一條街的跟注之後 底尺來到了三十一萬 如果來一個紅心的話 可能就會O-In 沒有 來了一張K 非常的難打的這樣子 對於Quarters來說 這手牌 如果Flop沒有在一個C-pad拿下底池 那麼 可是這張K會有幫助到他試著再偷了 他可能會打一個很小 這邊K再打一個 我覺得 六萬 他選擇Check Check放棄了 這個放棄 好 選擇過牌之後 那麼 河底補足了一張二 好 那我覺得這邊 Quarters會不會做一個O-In呢 這是一個 他拳還開不了牌 的一個 機會 他這邊不O-In 等於就是 放棄了他前面的籌碼 他直接選擇O-0 那這邊我們的Ivan Leo就是 非常的難過 這邊真的是一個 很不好 很不好去跟的一個牌 可是我們的Ivan Leo 不是一般人 也許他會來抓 你覺得他抓得下來嗎 抓得下來 我覺得 我知道 我覺得他這裡要抓喔 因為底池來到 30萬 對 31萬 6千 30萬 然後 他All-In的是 20萬6千 我們算30萬 20萬好了 在轉牌的一張K 其實並沒有 改變說 兩個玩家 本來的一個範圍 太大的一個落差 可是Quarters 是一個3B的玩家 所以K 有可能是他的範圍 會不會 如果他 如果他 如果這把真的有S-King的話 你會比較 你比較傾向於怎麼打 我在轉牌會繼續追槍 你會繼續在追槍 你會繼續在追槍 去抓他的一些勾勾圈圈的一些價值 好 選擇call了 Good call 我是覺得他既然Flop是選擇call了 那這裡River也是要call的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Nice call 但是我們技術優勢的玩家 就是需要在 有實力 要在這種 當你來牌的時候 你要打滿自己的價值 很多 很多 水平還不太夠的玩家 可能就是會 你明明拿到大牌 但是打不足價值 就讓對手逃掉 要不然你就下注太重 把貝爾嚇走 要不然就下注太輕 Miss Value 就沒有對對手的一個範圍 有一個精準的解讀 但我們優秀的玩家 就是經常會 一手大牌 直接就把對手打得很慘 那我們這邊的權威量 選擇加注了2.2個BB 那我們IvanRio 這邊在小芒 應該會加到一個7萬左右的一個 7萬 7萬2的一個 柱馬 甚至會更大 選擇加注到8萬 那 權威量這邊是應該 沒辦法選擇繼續了 因為這邊加注的尺寸 已經來到了 接近四倍 他的 六分之一左右的抽碼 大家 他總抽碼 百分之十六十七左右 好 還是選擇了抵抗 有位置的情況下 進行了一個頑強的抵抗 看一下翻牌 哇哇哇 冤家牌 那這把牌 要 打起來了 很有可能 IvanRio一個C倍 嗯 權威量這邊 因為他沒有一些攤牌的價值 他有可能會O-1 有可能 跟注是絕對的 那 六萬八千 我覺得應該 如果一打一個這麼小的一個 便宜的一個尺寸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跟的牌 那如果轉牌開一個 呃 六八九十 如果他再打的話 應該就會推了 如果 如果轉牌是有一些幫助到他 80沒花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 直接O-1那秒call啦 對 那直接O-1也是非常合理 因為他希望對手 假設沒有Ace 的話 其實在這邊 他用死他有機會把對手打蓋 所以我覺得直接O-1也是一條選擇的方法 要 再加上我們IvanRio3B 可能有時候不一定這麼的大 那只要他沒有Ace的話 其實 哇 全中 那IvanRio這一把損失慘重 剩下17個大馬 至少大門位玩家是一定會跟著的 那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的陳維朗是又一時拿到的AK 陳維朗已經蠻多大牌 我們在一個級別看到他 玩了 也就那麼玩了六手牌 有三手是AK 那這裡是撞到啦 兩個生馬 哇這兩個 這兩個生馬 這個要輸贏 這生馬有點 不知道打不打得光 目前這個生馬 太神了 100個大馬 在這個階段 接近100個大馬 太神了 有效球馬有 有效球馬有 有效球馬有90個大馬 如果 Mikita這邊 選擇保守一點 我覺得他這邊平扣也不是一個 可能因為 因為他這個位置 是Button去3B UTP加2 然後在這個八人桌 其實還是會選擇4B 因為他 畢竟是一個Button的3B 做了一個4B 那我覺得這邊 權威龍這邊會不會選擇直接O in呢 我覺得他可能會傾向於跟住 因為AK 這裡 如果是AK同色的話 大概率就是跟住了 AK同色是一個非常好的遊戲翻後的一個底牌 對 實在是因為 在目前這個馬量來說 對手的這個重馬真的是 太深了 我覺得這邊要使用跟的 或是O in的話 我覺得都還 都還OK 可是我會比較傾向於O in 因為這裡AK也太大了 畢竟是 畢竟是隔離掉了AA和KK 有一個阻擋 兩邊的玩家 目前這兩手牌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牌力範圍 而且兩個人籌碼都是100個大碼 我覺得這個AKK 應該還是會選擇一個O in 我會O in吧 如果是我可能還是覺得 雖然這個現在 因為現在也還早 現在就是一個 還有24個人 就是要拚翻倍 他選擇O in 不錯 有Guds 沒有 這樣子心情好多 不是AAKK的 那反而我們的Mikita 在這邊 他的QQ 我覺得有可能蓋掉 4Bat Forward 有可能原因是因為 太多了 第一個太多 第二個 他有一些技術上的優勢 在這桌子上 他沒有必要 太多了 太多了 因為圈圈畢竟 面對一個5Bat的對手 5Bat All In的對手 第一 你打不到 不可能有GoGo了 不太可能有GoGo了 你打不到對手 一點點的氣牌率 其次 你也沒有去阻擋對手的A和KK 對啊 手上沒有任何一張A和一張K 那這裡是做一個4Bat Forward 也是 比較的合理 比較的合理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也是蓋不掉 對啊 他會蓋喔 他會蓋喔 就是 就是我覺得 平常狀況可能會梗 可是我覺得 他現在充滿健康 可能他會蓋掉 對 他會蓋 因為他這邊就損失22萬 其實就20個大毛 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這裡99%會蓋掉 而且我們的 全威龍其實 他算是打的 算是緊的啦 我覺得 他的形象也是好的 所以他最希望 你只有看到 X-King 最希望 就只跟X-King 跑一個馬而已 他會蓋掉 他會蓋掉 感覺會蓋 他一定會蓋掉 Mikita Bendi Akurski Fish 2013 會不會來跑這個馬呢 因為這邊基本上 這邊不太會有 這邊不太有人敢bluff這邊啦 哇 哇 哇 跟喔 好兇殘喔 還有點跟以前的打法不太一樣 這個 這個他太大了 他其實是一個 在我瞭解下來 他是一個對自己的翻後水平 非常自信的玩家 他 不太會在翻前願意跟 就是 大籌碼做一個過於大的波動 假設一個沒辦法 這是被 被逼的 我被打臉了 OK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已經掃了一張Ace 所以現在剩五個Ace 好 那我們的Mikita Mikita 會不會在這邊翻背 翻背喔 直接是 直接是 幹掉了我們的生籌碼 100個大碼 哇 Mikita這邊打到200多萬的籌碼 兩個大籌碼在翻前做一個這樣子激烈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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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KOF是一個百分之十五的牌 所以 QKOF可能就比較沒辦法去抵抗 因為落後太多了 我在面對一些槍口味的開持的話 我對鬆手會3B很多 嗯 甚至會有一些bluff的3B 嗯 但是我對一些緊手 正常的 也不是緊手吧 就正常的一些 玩家 標準玩家 我會在後置位去3B 一些A圈O以上 以及99加 那像我現在給大家的一些建議是 不考慮到 這個3B55原則 不考慮人的因素 就是以數學的角度來 就是系統的角度 以系統的角度來說 要怎麼樣做 那我覺得像阿童你說的 就根據緊手或鬆手 那就是因為 你就可以 我若是我的話 我就會藉由這個系統 然後來看對手是鬆還緊 然後我可能往上調 或往下調 可是會有一個 呃 模板 會有一個範本在這邊 然後再看對手 再來做調整 這樣子 對 每一個玩家都會有一個 自己基礎的一個系統模板 一個基礎的一個概率 然後再針對 線上 你線下碰到的一些對手 他們的失衡的一些 再去做調整 那這首牌有意思了 兩位玩家是 擊中了一個頂隊 而且我們的Danny Town 是擊中了一個 大踢腳的頂隊 然後我們Morgaton 擊中了三條 而且是三條五 在這個牌面上 非常的爽啊 超爽的 而且兩個都中了 而且又是在Button 又有位子 天使地利人和 在最好的位置 拿到最強的底牌 並且在一個最舒服的牌面 單高張 中小set 完美 跟住範圍內 能在這邊選擇平跟 他這個A6 沒有一些後門花的機會 其實 他很有可能直接蓋掉 我覺得他會很小心喔 是的 這裡的確是有概率蓋掉 就是有高概率蓋掉 對 因為他也會想到 Danny Town也是一個緊的玩家 對 他手裡說不定也有一張勾 也有一張A 還是選擇一個標準的 基於他一個系統的 跟一張看看 看一下我們轉牌 如果來一張6就 就慘了 就慘了 一張6或一張勾就慘 疊掉了 那還算好 還算好 但是我們的Vogason 就更加開心了 那這時候 我覺得Danny Town 我覺得會是個 Badfall 如果被Race的話 可是他可能 也是不會遭遇到家族 我覺得Danny Town這邊 要持續的下族 因為他的Ace的Kicker 他的Jack的Kicker 還是非常的大 只是面對三家 我覺得可能這邊 勢必還要再下一個 可能是一個7萬左右的柱馬 他還是會贏一些對手的 一些A7 A8 A9 A10 所以他其實這邊 也不是說輸太多東西 他選擇過牌 比較穩 那兩家過牌之後 那我們的Vogason 這裡是要打了 對啊 他要拿A的價值嘛 穩穩的是要打 打一個五萬 四分之一 吸一口再說 對 能吸多少吸多少 他還知道對手是 而且關鍵是 我們Hexon 變成我們的Danny Town過牌之後 我們Hexon 面對一個小的架 就更難處理 對 被夾在中間 不過我覺得他本來是 想好了 如果第一手跟住了之後 我們的Danny Town 再打出第二槍 他這裡是要蓋牌的 三加購牌 我們的Vogason 選擇了一個埋伏 哇 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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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這邊 我們的Danny Town 應該會做一個大的價值下注 然後被 O in 然後被推 他可能會打到蠻大的 我覺得可能會打到一個 可能14萬左右的注 他一定要下的重 不然的話就是 如果他下的小了 被Race 他就蓋不掉 對啊 如果他下的大 那遭遇一個Race 他還是可以選擇Bat Fort 蓋掉的 我猜是下一個15萬左右的注 我們的Hexon 看一下這裡 他是沒有辦法 他還有一個Blocking Bet 1萬6 1BB 那我們這邊 我們的Danny Town 應該會加注到 這個 16萬 我覺得加個10倍差不多 加到10倍差不多 不過他的 價值取向 價值 價值範圍也不大了 三人底持比較難搞 也是因為Hexon 這個一個BB的下注 果然是 果然是 選擇了 做一個加注 但加的也很小 他還想要去 確保對手能跟住 打的比較小 只加到6萬8 那我們的Bergus呢 那我們的Bergus呢 一個20萬 20萬有點重了 16萬嗎 我們看一下 這手牌我挺好奇 其實Hexon的一個下注尺度 還不可能會很小心用跟的 不會不會 這裡不會 用跟的話就等於想要把Hexon也套進去 16萬吧 30萬 超級大的 他想要打的是28萬嗎 30 我想打 38萬 其實我就想說他應該是可以 可是超值下注 我的Hexon現在是搞什麼東西 我打了一個16倍加到6萬8 然後合牌再來個38萬 16倍加到38萬 已經是一個20多倍 23倍的一個加注了 他可以是回去所以說了 他 我在合牌打了一槍 然後遭遇了一個 20多倍的一個3bet 一個Race之後再一個20多倍的3bet 大家就想要打 因為他這裡其實 真的是 但是 我們Danny Town的一個 一個Race也是暴露了牌裡 暴露他這裡好大的 因為他自己block了A和Go 蠻難跟的 因為其實不管怎麼樣 合牌的一個3bet 就已經太著痕了 但是 但是你又想拿Value 你就不得不加注 只能期望於對手 是會做一些 做一些不相信你的跟注 因為這裡一個3bet 真的是顯得太大了 顯得太大太大了 這是Gufo 這一趟蓋得很好 對 因為他這裡不贏東西了 不贏任何東西了 不贏任何東西了 好 所有的KX都可以O-0 最差可以O-0到 K2O 8人桌 20个BB 大毛Anti制 你可以推到K2O K2O和圈8O 圈7O不行吗 圈7O不行 圈7O不行 哎呦 这把我们的DannyTown遭遇了一个难题 這邊有一個Pucky8,可是對方是Puckyjax 那等一趟籌碼 好像有點危險 加1的位置,他這裡做一個3bet的時候蓋不蓋得掉 應該是不會3bet,我覺得可以跟或是all in 應該是不會做一個3bet 那完蛋了 求了求了求了 這邊大概是25個大碼嗎 44萬7 應該是call 28個大碼 應該是call 這稍微有點鬆一點點 28個大碼 那他們這幾人做啊 那還是8人做好像 7人做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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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面對一個槍有下一的位置 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小的冒進 但還可以 如果對手這裡call上男士AKA圈這種東西都還好啦 可惜啊,是勾勾啊 啊 啊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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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怎麼打怎麼死的 哇 這個怎麼打怎麼死啊 欸 我們有Diamond的 我們有Diamond 8 我們有Diamond 8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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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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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這個就是撲克 我們Diamond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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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想像中的那麼難打 除了他下家 Voxxon 哈哈哈 連續的在他手上吃鞭 對 真的有牌 真的有牌 好的 在牆口位加住一個K圈雜色 用 噢 我們又來了 這個99比剛才88大了更多了 而且他好像就是把剛才一個Diamond的一個重拔又送回去一些 Diamond 10 如果剛才88選擇ALL IN 這個99也會ALL IN 那當然他也可以選擇只用跟住 可是ALL IN絕對 是沒有錯 而且這時候他的籌碼比剛才88的籌碼還少 剛剛那個88是28的大盲 這個99是22個大盲多 那選擇ALL IN之後 槍口位其實不太好跟了 對 這個King Queen應該是跟不下來 不太好跟 哇 我們的槍湯 笑 我們的蕭俊棟 蕭俊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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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勾勾耶 他如果連續兩次小隊子把勾勾給幹掉的話 就神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Diamond 10有沒有機會呢 如果這我牌他能把這個勾勾幹掉 以後如果有機會跟Diamond 10打的時候 我摸到勾勾他Race我不蓋掉了 那勾勾克星啦 就變成了 勾勾克星 新的外號勾勾克星 剛剛那個也太神奇了 太扯了 SOS的RiverQ 對 我看一下這個翻牌 喔呦四邊 哇 太扯了啦 真的是 真的是勾勾克星 但是他現在是 自己都有一點 不好意思啦 這個 不好 不知道說什麼啦 就是這個概率是 一場比賽上要去幹掉 連續幹掉這樣兩次是 你需要多大的運勢 真的是啊 真的是 先是一個SOS 然後再逆轉 真的是 先是 先是翻牌前落後 然後 到了 到了那個 翻牌之後更加落後 然後再 最後再炒回來 可以看到這手牌 我們的Danny Tom 又拿到一手勾勾 他自己本身就是勾勾克星 就拿到勾勾 啊 這手牌 我們的Verguson 是 在小盲位選擇 做了一個3BET 用他手裡的實實 這是一手cooler 太cooler了 在裝衛和小盲位 啊 這手牌 我們可能 我們的Verguson 會損失特別特別多啊 可能會損失特別特別多 可能會損失特別特別多 然後 強大的底牌 強大的底牌 我們的Verguson 這裡是選擇再加注到155,000 看一下我們的Danny Tom 是如何處理 選擇跟住 這裡 可以做一個4B 但Danny Tom還是選擇 去依靠他的位置優勢 進行一個翻後 誰也沒有 擊中set 但是排面還是比較的乾燥 切到我們另一張紅桌 我們的 Mikita 在CO位選擇加注 45,000 遭遇到了Jayson Koon的 口袋對A 那這裡應該是會選擇再加注 因為 我們的Fish2013的後手籌碼 還是比較的 多 如果這裡只是選擇平跟慢打的話 是很難去把它打套吃的 他選擇做了一個155,000的在家注 我們 Adams是在看他的籌碼 A5同色 可能這裡 是有機會做一個 Bluff的3Bet All In 4Bet All In 606,000 撞到了我們的Nuts 那就是秒科了 被絕對壓制的底牌 一個19開的寶馬 Jayson Koon也是運氣不錯 一手AA 在專位的在家注 遇到了一個 小盲位的對手 4Bet All In 的一個範圍 4Bet All In Bluff的一個範圍 來看一下我們的翻牌 哦,有草花哦 但是只有一張梅花 那是沒有什麼 辦法了 轉牌的梅花 和5 嗯 還有6 那麼我們出現了6之後 我們是有一個 三八兩頭順的一個買牌 沒有買到 那麼我們的AA是 成功地贏下了這個底池 我覺得你也想要剪掉 Jayson 我想要剪掉 剪掉那些3 哦,對 哇 我們的Danny Tom 再一次擊中了Sat 那今天幾乎是 所有的手隊都擊中了Sat Voxon在這裡是下注了13萬 在一個35萬的抵制中下注13萬 試圖打一些搏架值 那我們的Danny Tom 這裡應該是要做一個大的加注了 可能會加到40萬 做了一個39萬的加注 做了一個三倍的加注 接近40萬的一個加注 那我們的Voxon這裡應該是會選擇蓋牌了 我們的Danny Tom真的是 真的是 今天的運勢非常的好啊 他的手隊幾乎都擊中了Sat 至少是Sat 他的手隊至少都擊中了Sat 3條 88擊中 炸彈 99擊中 3條 勾勾繼續擊中3條 哎,太可怕了 我們的Voxon這裡 很艱難 他選擇CALL了 他選擇CALL了 我們的Voxon選擇CALL了 那是損失了非常多 這手牌 實時在翻前實在是太大了 那 翻前 Danny Tom沒有選擇4BAT 跟我們的Voxon打完 CALL 這把牌 也得到了合牌的支付 那依然是贏到了50多萬的一個籌碼 值得5萬 CALL CALL CALL